麵條丟進熱水裡煮熟 再慢慢撈起來 倒入碗內加入新鮮牛肉 再淋上香濃湯汁 這間是浦大附近知名的 四十三年老字號牛肉麵店 但老闆控訴遇到投資詐騙 拿出一張張匯款的截圖資料 葉老闆聽信老客人的建議 寄錢給他投資 結果 整個人今天蒸發半個月 被騙的時候 當然是心情非常低落 然後他跟我說 他在代理一個項目 獲得一個叫做威樂城 投資一個月 可以回收分紅的部分是22萬 我投資的兩股伴是125萬 網紅艾瑞斯曾代言的博弈廣告 就是葉老闆所投資的 當初的他根本不知道是詐騙APP 現在錢借出去也要不回 更控訴他的客人 慫恿他買股票 我跟他講說這個股票 前面已經漲幅4倍了 再買會太危險 他說沒關係穩的 你買進去就對了 如果有虧損 我出一半 然後這個股票確實買進去之後 天天下跌 我說這主播有書有意 我也沒有大片在哪 而且他這會 我們認識栽執年 然後我總共才跟他 就是借128萬 報警 我商務錢都不亂用 遭控的客人強調 老闆虧損的錢 多數是老闆自己的個人投資 至於借款部分會積極還錢 目前雙方將對部公堂 過去的情誼 恐怕也因為錢撕破臉 3D新聞 許湘宇 孟國華